央行立会罕见提及房地产 强调维护市场健康发展 9月27日 央行官网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21年第三季度立会 于9月24日在北京召开 与二季度立会内容相比 此次会议对一些表述进行了微调 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 接下来货币政策仍是平衡好稳增长 防风险和促百格 稳健基调保持灵活适度 并与其他部门政策协调 形成合力 其升政策效果 政策工具选择上 更倾向于结构性政策 一方面提升政策精准滞效 另一方面 有助于优化信贷结构 确保信贷总量平稳增长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指出 恒大集团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头部企业 必须认真落实 中央关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战略部署 努力保持经营稳定 积极化解债务风险 维护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稳定 依法依规做好重大事项真实信息披露 不传播并及时澄清不实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